釀製影icon 哈嘍大家好,我是嘉妍 因為 Portland,そうní疫苗 我今天要做的是 雙農皮跟光滑麵熔乳 想熔乳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我身邊的朋友就是聚乳 所以害我就是覺得 有點沒自信 想要有一對大奶奶 大家覺得我照片就是蠻好看 就是覺得光鮮亮麗 但其實我對自己就是很不自信 然後因為我本身就胸部很小 然後要擠得很辛苦 因為本身是男生的關係 所以就是一些脂肪都長在其他地方 然後沒有做過其他醫美 就只有吃荷爾蒙 改變自己的體型或是胸部 但都只是很少量的 不是一下就跟女生一樣 這麼的完美 那在臉部的部分 我會針對眼睛的部分來做改善 那基本上來說就是希望有一個 更寬更明顯的雙眼皮 來讓整個眼部周圍更放大的效果 目前是有一個內霜的狀態 那我們希望縫完之後可以大概有 這個兩倍左右的寬度 那因為你的身形狀況比較瘦小 也沒有多多的脂肪 但因為有服用荷爾蒙的關係 所以在胸部的發育上來說 有一部分的改善 那真正要讓體積增加 可能要需要借用到甲體的部分 我們龍骨手術選用的材質是 曼陀圓盤光滑 這個材質相對來說它比較柔軟 大概就是會像這樣子的甲體 那這樣子的甲體其實基本上 它還是呈現一個胸部水底型的狀態 所以在整體胸形狀來說 其實可以得到量體的增加 同時也可以兼顧到形狀上的美觀的部分 那為了減少手術後 甲體形狀邊緣感的問題 我們放到所謂的半晶半樓這樣子的層次 多一點點自己的阻式覆蓋 來修飾甲體的形狀 那同時就可以有間距的軟度 跟整個外型上的改善 我是佳妍 封刷NP跟光滑面融入 現在已經過四個月了 當做這個手術是因為 我身邊很多女性朋友 她們就是很大 然後穿衣服都很好看 然後想說自己有點小 來做一下好了 然後之前大概只有小B而已 現在做完就是比較豐滿 穿衣服也比較好看 然後就是走在路上也會比較多回頭率 因為我之前眼睛是內霜 然後每次都要貼蒜眼皮貼 覺得好麻煩 現在就是簡單化個妝就可以出門了 束後的照顧就還蠻簡單的 封蒜眼皮就剛開始眼睛腫腫了 然後幾個禮拜就比較OK 然後胸部的話 因為纏著繃帶嘛 然後就是每次躺下去的時候 起床的時候 前面都會很痛 但痛到兩三個禮拜之後 就比較沒有那麼痛了 我覺得教主醫美很貼心 然後回診的時候 吳醫生也會幫我檢查一些狀況 哪邊怎麼樣怎麼樣 都會跟我很細心的講解 然後很推薦大家來教主醫美 還問你 是我的哪邊 armia 然後 已經結束了 很正門 我不會忍心的 因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